常授佛本身他的手印 就好像这个 一个阿弥陀佛的手印一样 但是他不是用这样 他是用大摩祖相处 他的手印 这个手印是做什么 他彭做甘露萍 就是甘露萍他本身就是他的象征 他因为是阿弥陀佛的法身 阿弥陀佛如来 因为阿弥陀佛有两个 无量寿佛跟无量光 无量寿就是常寿 long life 这无量光是 就是这个 long 光 小光的光 light light long light 是long light 你是小光 later light 阿弥陀佛是大光 很大 big light very big big light 很大的光 是阿弥陀佛本身的法身 他主要的区别 他就是拿走这个长寿瓶 长寿瓶 长寿瓶 你装的是长寿的甘露 那他可以像长寿佛的观想呢 观想他的瓶盖打开 然后 这个白色的甘露 进到你的顶窍 进到你的前身充满 可以做这样子的观想 做这样子的观想 就会得到长寿 那么我们有长寿三尊 也就是这个长寿如来 跟尊圣佛母 跟白度母 被称为长寿三尊 长寿三尊 那么很重要的 你看长寿佛 他的法相是一头二臂 深红色 盘法成吉 带五佛宝观 上穿天衣 下着酬勤 深沛珍宝英洛 记足一切报生活的种种庄严 双手结定命于七上 手上直 长寿宝瓶 两足以金刚酸家夫 安住于莲花夜轮上 他的形象 长寿佛的形象 在这里有 那他的咒语啊 有所印 还有咒语 Om 阿玛诺尼 朱恩蒂耶 索哈 Om 阿玛诺尼 朱恩蒂耶 索哈 他的种子字 也是一个谢日 谢 就是阿弥陀佛的谢 阿弥陀佛的谢字 阿弥陀佛的谢字 他的种子字 放红色的谢字的光 那么有了这个咒语 有了 他的形象 又有他的所印 那么就可以 就可以修行这个长寿佛的佛法